父母对你小戏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从小他们从来没有打算让我学习 也是想让我念书啊 这样来做个专业人士啊 或者说做个专业的人才啊 当个工程师啊 或者做个医生啊 什么当个教师啊 什么都行 我是可是祖上有这个基因 对这个戏啊 特别有感情 从小就就喜欢 五岁就会唱文昭乖 就会唱我爷爷的上天台了 从小就捉不起 从小就跟外公有关系 外公那时候是留生机啊 留生机老放在唱片 我就跟着哼听 就是这么熏的 后来我父亲母亲很非常反对 你就唱唱玩玩吧 不要做专业的 第一保险系数的 孩子如果说学了系 到了变生以后 长大了以后变生了呢 万一这个嗓子要是变 变得不适合于这个 京剧的这个弦的这个音 就是白受罪了嘛 对吧 而且还要受很 要练个幼功 练生 淘汰 练幼功 从小就要练幼功 毯子功 基本功 就是因为自己喜欢 所以跟爸爸妈妈坚持 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 你我不过 我在那个墙上提示啊 我给他们提示 未曾出兵先丧胆 这是那个娘母女将的那词 老太军的词 一夜障目不见泰山 你看不到将来我会成才 就这意思 小孩 那么他想 他说你这么喜欢呢 让你自个儿练练吧 练练功也可以了 对身体也好 是吧 就让我到南京 我那时候在南京 我就拜江苏经济院的 著名武生 周云亮 学毯子功 基本功 那欣鹏这个后来 怎么就阴错阳差 这个唱了乐剧 跟这个徐云兰老师 小细节了 我从农村调回上海 后来我从农村 先是考了浙江省经济团 从浙江调回来的 我调了交通大学 人家以为我到交通大学 上大学了 设备科 我去开车床 那后来就是由于 乐剧院的家 不离我近 我老到那练过 很幸运的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所谓叫 站高温 上海经济院的 著名武生 好角 都在淮剧团 乐剧团 都上那去了 他们教学生 我就跟着一块练 我就跟那练 这么着呢 就把我推荐到乐剧院去 还有就是有一次非常 幸运的这个巧遇 我碰上了徐老师 徐一兰老师 排那个现代戏 叫浪里行 那次呢 到两万五千吨 那个游轮上去体验生活 他就是大家设计舞蹈 我那时候帮他 他们一块去搞 搞身段呢 那时候我那时候 还扫藏旋子挺溜的 小时候我有幼宫 扫藏旋子都有 三张桌子的那个台谱 练那个七七百股团 台谱 胆大 我那时候三张桌 我也能下来 火 我下都是海面包 下面不拍到 下面不拍到 那也得有胆啊 也得有胆 也得有范儿 后来开联欢会 老师是唱乐剧 那我只能唱京剧啊 我不会啊 我唱那个空城镜 我们是沃龙岗啊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 徐老师一听 这个孩子嗓子还不错嘛 蛮好的嘛 我们这里要北洋挪小生 我们这里要北洋挪宝贝 他说你能不能学用我的唱腔 我就要叫你开了 我叫叫你看哦 给我开萌了 宇杰宇叫 就是天上人间 是第一件 诚心满意的事 就这个 等到欢送会的时候 我就给老师汇报 给大家汇报了 乐狐来了 私底一见 我汇报 我老师可高兴了 高兴完了以后 他回去就跟袁老师去推荐 我帮他发现了一个 女宝贝 我帮你发现了一个男宝贝 所以这就去唱了乐曲 对 林妹妹 今天的总孤岛尽天上神祭 师弟一见 成仙 万一的事 或许是决定的严新鹏 终究还是要回归京剧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